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录一下 比较尴尬 好不容易从成田机场出来 准备去秋叶园 因为没有怎么做攻略 所以坐在地铁里面转悠了大概半个多小时 堵着兴致坐了一辆车 虽然堵对了 但是坐的是一辆慢车 这次出来旅行没怎么做攻略 就好像昨天晚上 今天早上的飞机昨天晚上还在看攻略 然后关于日本的交通 特别是地铁越看越头痛 所以就抱着先来再说 边走边摸 只能这样 虽然出事还是不利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做一下攻略 然后现在再去转车 希望能够顺利吧 好了终于平安的到达了前朝市 今天我第一天晚上就住在前朝市 好吵 它那个电车吧 它应该属于电车或者轻轨性质的 它里面的妹子啊 日本妹子 就不说了 说一下上年龄的60岁到70岁的老头啊 或者老奶奶啊这种感觉都挺精致的 都有画一些淡妆啊 看起来还是挺精致的 这次日本行呢是一个人 所以说呢 人省即省 青年旅馆在年轻的时候一直有住 这已经好多年没有住了 书业都感觉是不是都很很绿 天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日本的出租车就在门口等着 滴滴转车应该是学他们的吧 整条路上特别干净 没什么人 看这边路上 感觉很舒服 在这种小路上走一走感受一下 第一次来 今天第一天 放了行李以后呢 准备到秋夜园去逛一下 这次来的最主要一个 心愿就是在这里去看一看秋夜园卖相机的 或者是二手相机 二手镜头 因为之前我有在 我原来是玩那个摄影 就是Pentecas 就是宾德 国内呢 很少能够逃到那种小众品牌的相机嘛 镜头也很少 所以一般有时候就在雅虎上面去拍 都是二手 然后拍了以后就运回来 那很早以前的事情了 所以今天能够自己来到日本呢 肯定是想去逛一逛二手的器材 器材城去满足一下摄影爱好者的一个愿望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天桥 人形天桥 对我现在在秋夜园这附近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扶手特别的干净 摸了都没有灰啊 感觉很干净啊 感觉很干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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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秋夜园站这里很多人就站着 都站在这玩手机 你看 等人还是有什么活动吗 特意跑去看了一下 都在玩游戏 手游 不知道什么东西都不停的点 然后有球掉出来 全部在这里玩游戏 我的天 你看 真的是游戏啊 这什么游戏这么这么好玩 哇 塞 全部你看 好有意思 好有意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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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应该都是卖电器的 好了 进去逛吧 哦 是 啊 想什么呢 我带你去看 这里四楼到六楼全部是18进的 然后六楼是最劲爆的 有机会自己来看 六楼自己来看 四楼和五楼好像都是漫画 然后六楼就是成人小电影 我先到七楼了 不会还是18进吧 七楼转了一圈 不知道什么 好吓人的 全部是黑颜色的窗帘给拉着 然后外面还有一些衣服啊 伞啊 然后看不到里面 不知道是什么 应该是在这里租 然后到七楼可以去看的吧 这是我瞎说的啊 自己来看 找到一家吃饭特便宜的 像这个是590日元 30多块钱吧 类似于咖喱饭 有点咸菜 然后米饭应该是咖喱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什么 这是什么汤 豆腐青菜汤 然后这里还有一些咸菜什么的吧 萝卜 水不要钱 自己打自己的 OK开动了 松屋里面吃咖喱饭吃完了 呃 吃了我很累 啊 并不是说它不好吃啊 很累 为什么累呢 跟大家说一下 分享一下 我觉得也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情况 嗯 我找的这家店呢 是因为觉得他人比较少 我本来是想拍一个 拍一个吃饭的那个记录 好 我刚刚坐上去以后呢 旁边两边就都来人了 然后然后这边像这种类似的店 特别的挨得特别的紧 对 没有很大的活动空间 所以呢 就没有拍拍照片 就没有拍视频 这个时候已经八点一刻了 也比较饿啊 就巴唧巴唧就开始吃 哎 吃了一半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就觉得很奇怪 我两边他们竟然没有声音 知道吧 就是就是没有那种吃饭的声音 我喝水的时候都能听到声音 然后我吃就发现 咦 这边没声音啊 这边也没声音 他们在他们在吃饭吗 我就回头旁边一看 他们确实在吃 像我吃的是咖喱饭嘛 咖喱饭都是呃 像什么那个瓷盘子 然后是铁 那个铁勺铁瓢根 多多少少要拌饭 拌咖喱和饭在一起 要拌的时候 那个 那个勺子和碗 是吧 多多少少会有那种碰撞的声音吧 哎 两边都没有 两边都没有 我我真的 一点不夸张 好 然后我就觉得我失态了 当时我在吃的比较急 然后就有碰碗的声音 然后喝汤也有那种 咖喱嘴的声音 我就注意了一下自己的那个 不要发动的声音 然后但是呢 就含着吃饭的时候就含着脚 就是没有像咖喱嘴的声音 就这么注意 我还是能够发出一点点声音 但是旁边两个完全没有声音 好 这不是这不是个例 因为我这样这种吃饭我不习惯嘛 吃的特别慢 然后这两边全部吃完了 然后又上来一个人 两边都上了同样的人 他们吃的和我一样 都是那个咖喱饭 我特意等了一会儿 这两两位好像也是没声音 真的是一点不夸张 没声音知道吧 碰撞的声音也没有 就是勺子跟盘子的碰撞的声音没有 然后吃饭喝汤喝水的声音都听不见 你就这样 就这样听都听不到 真的不夸张 好了 这就是我今天第一天到日本的一个感受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 回青年旅社的路上 看到他们这儿好像是在不知道干嘛是维修还是什么 然后他们这儿拦的一条 然后每十米呢都会站一个人 站这里摇那个警示棒 对 对 每十米有一个 这里还有马上还有一个 一共有一百多米吧 感觉日本这些小细节做的特别特别的好 你看我们如果有个什么施工和维修 可能就会在前面拦一个这种塑料的警示 就是警示标识就完了对吧 他还在每个地方每十米都会安排一个安全警示人 对 厉害 这就是细节啊 对吧 好了 我应该回了 明天见